酒桌看人有诀窍,看出人品好坏,有这三种行为的人往往都很虚伪,不值得深交。 大家好,这里是菩提树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订阅一下,带您来解读佛学,感悟人生。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也会因为工作,而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交,饭桌上的文化博大精深, 有时候和一个人吃一顿饭,就能够了解他真正的性格,在饭桌上,这三个细节就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人品。 有人说道,一个人品性的好坏,需要从多方面长时间才可以看出来,其实不然,因为吃饭是人最放松的时候。 是考量品性好坏最直接快速的方式,饭桌上的细节,饭局上的修养,皆是你的人品的彰显。 在吃饭的时候,有这几种表现的人,往往人品很差,自私自闭,一定要远离。 点菜的样子,在饭局上,点菜是首要的环节,每个人都有不同口味, 这时候,请求他人的意见是最基本的教养,而有些人,总是点自己喜欢的菜,不顾虑他人。 这类人,无疑是最自私自利的,很多时候,在饭局上点菜的样子,很容易就彰显出一个人品性如何,口味不同,需询问大家的意见。 若是与自私的人同桌,他便只顾自己的喜好,不会想到他人是否喜欢,没有换位思考, 更没有同理心,跟这种人相处久了,只会心累。 与品性好的人相处,不仅被照顾得很周到,让对方先点菜,考虑到每一个人的口味, 不会让任何人有不舒适的感觉,让大家伙吃得开心,处得舒服, 这就是一个品性好,有修养的人的表现。 看他家菜的首饰,俗话说,细节见人品,这句话也并没有错, 在现实生活中,通过一个人吃饭式的姿态,我们就能够真正地了解到对方, 那些有文化涵养和素质的人。 在吃饭的时候,往往会更加地谨慎,但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些讲究, 即便是在有人的情况下,他们也不会注重自身的细节, 吃饭时那些喜欢筷子乱放,夹菜乱丢,吃饭乱说的人, 其实都是因为自身的格局和素养不够。 吃饭的时候挑三拣四,不顾别人的感受, 饭菜一盘盘地端了上来, 只见一个人拿起自己的筷子,在一盆汤里拼命地搅拌, 试图捞出自己想吃的东西, 然后又抽回筷子放进自己嘴里缩了缩, 再次把筷子伸进汤里搅拌, 他的这一举动,让好几个响声那份汤的同事停下了筷子。 收回了手,这顿饭吃到最后,那盆汤也没有第二个人尝过。 那位大哥却丝毫没有察觉出任何不妥和异样, 倘若无人地在各盘菜里挑拣出自己喜欢吃的, 其他同事面面向去, 一顿饭下来除了那位大哥, 没有一个人填饱肚子, 因为这些举动是他们生活中的常态, 所以不会觉得有哪里不对, 跟这样的人讲道理自然是没有用的, 如果一个人在饭桌上挑三拣四, 从心理学上分析, 这个人的性格也较为急躁, 缺乏耐心, 且缺乏同理心, 他们的生活都过于自我。 一切行为都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。 买单的样子, 在饭局上, 不乏有这样的人, 与朋友吃饭, 总是想占尽便宜, 明明有钱, 却不愿意主动买单, 一旦到了买单的时候, 他都会找尽各种借口避开, 不是手机没电, 就是上洗手间, 有位朋友便是如此, 每次大家一起去聚餐, 他饭也吃了, 酒也喝了, 然后就找借口慌称, 有事先走了。 时间一长, 大家都知道他为人自私自利的本性, 以后有什么聚餐, 都不再邀请他一起, 这类人, 喜欢把他人当傻子, 只想得到不想付出。 自私自利, 总想着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, 殊不知, 大家都不是傻子, 面对这类人, 大家都心知肚明, 只是看破不说破, 贪尽小便宜, 最终只会吃大亏, 那些自私自利, 在饭局上, 从来不主动买单的人, 只想占尽他人便宜, 不值得我们去深交。 只顾劝酒, 不会听你说什么, 说起饭桌学问, 老生常谈的问题便是酒文化了, 喝酒, 似乎是成年人社交场合中, 必不可少的一堂课, 似乎只有会喝酒, 才可以获得步入成年生活的入场券, 有些人爱喝酒, 也喜欢有人陪着自己喝。 这样方能尽兴, 于是, 只要跟自己一桌吃饭的人, 全程都在拼命去劝酒。 如果一个人, 在劝酒的时候, 会听你说的理由, 确定你, 确实不能喝酒, 便作罢, 那么他在生活中是一个会换位思考, 替他人着想的人, 如果一个人只顾着自己劝酒, 根本不去听你说些什么, 无论怎么说, 他一定要你喝上一杯才肯罢休, 那么这种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, 喜欢说场面话, 好面子, 一般不适合交心。 生活中有太多人, 因为劝酒这件事而倍感无奈, 甚至为了能拒绝喝酒, 想出好多理由。 比如, 酒精过敏, 要开车接人, 感冒刚吃了药, 会与酒精发生反应等等, 与其绞尽脑汁想拒绝的办法, 倒不如擦亮双眼, 记一次吃饭的机会, 认清楚哪些人值得继续交往, 哪些人以后没有必要在一起吃饭了。 对服务员的态度, 一个人是不是表里如一, 人品好不好, 关键就是看其教养高低, 除了对领导的边表现外, 看他对服务员的态度, 也能知晓一二, 如果遇到一种人, 对领导笑容满面, 点头哈腰, 转身对服务员大声呵斥, 甚至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。 为难服务员, 那么这种人就是典型的面词心狠, 为人虚伪, 往往你辉煌时会巴结你, 等你落寞时不挖苦, 你就不错了。 服务行业是最让人受委屈的职业, 很多人总是看不起服务行业, 认为他们是仆人, 所以在接受他们的服务时会腰五喝六, 甚至还会故意为难, 尤其在餐桌上吃饭时, 当你进到一个餐厅, 服务人员把你带到桌子前, 到你吃完饭结账, 这一段时间内, 你对服务员的态度很大程度上, 就能看出你是否善良,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片段, 几个中年男人在饭店的包间吃饭喝酒,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服务员, 端着饭菜敲门进去, 她在往桌子上放的时候, 其中一个男人故意拍了一下服务员, 那个服务员因为惊吓, 不小心把一盘菜全撒了, 他连忙说着对不起, 但是那个男人却坏笑着说, 只要你叫我一声歌, 这事儿就当没发生, 女孩听话地叫了他歌, 没想到的是, 男人却说话不算数, 又提出了非分的要求, 女孩吓坏了, 最后在一群人的哄堂大笑中跑出了房间, 一个三观很正, 善良的人, 在吃饭时, 对服务员的态度也一定是尊重的,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, 只不过是职业不同而已, 所以没有必要觉得自己高高在上, 随意贬低别人, 人生在世, 每个人都有不义, 真正善良的人, 在用餐时, 也会体会到服务员的辛苦与不义, 指手画脚, 不知道, 大家在酒局上有没有遇到特别挑刺的人, 就好像故意找麻烦一样, 比如说, 这道菜味道不够正, 没我上次那家好等等, 甚至也会对别人带来的美酒评头论足, 直接说, 这酒是假的吧, 也就偏偏你这种不懂酒的人罢了等, 总之, 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, 搞得别人很下不来台, 所以, 为了避免遇到这种人,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邀请, 若是仔细观察, 不难发现, 那些大格局的人用饭局成就大好人生, 每逢饭局近三分, 用饭局打通人脉, 小格局的人畏首畏尾, 自私自利, 丑态百出, 一生只会与机遇无缘, 看一个人的人品, 往往平时都比较难出来, 特别是在职场中, 人难免披上一层谨慎的外衣, 而吃饭时是一个人最放松, 最无法伪装的时候, 三两小酒下肚, 推杯换盏间, 本性便险山露水, 饭局, 吃的是饭, 看的是一个人的修养。 品性 吃饭是一门学问, 很多人的小心思, 都在饭桌上一览无遗, 因此很多心理学家专门从一个人在饭桌上的表现来分析, 这个人的人品, 现代社会, 无论是生活社交, 还是工作应酬, 都离不开吃饭, 于是饭桌文化逐渐流行发展起来, 虽然只是一群人围着一个小小的四方桌来吃顿饭, 但是在饭桌酒厂上, 我们却足以窥见人生百态, 有一句话叫, 爱就是能在一起吃好多顿饭, 换言之, 想了解一个人的人品如何, 一起吃一顿饭, 也就能大致分析出来。 谈生意就要从饭桌上去食人, 一个人的人品, 往往也能够从细节看出来, 只要你能够投其所好, 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通过一顿饭解决的, 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交友的时候, 也同样能够注重自己, 只有当你懂得了如何交友时, 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的轻松, 而懂得为人处事, 就是懂得了如何面对生活。